好,接著我們講過了 不起眼的好處就是因為女角 心情無人 就算因為故事多麼垃圾 大家都會予一定的容忍到 因為有女體看 好奇 接著這一套 都是講一個創作遊戲的故事 少女們向方夜進化 當然我也提過了 是一個標題欺詐 為什麼一定是少女呢? 少年去了哪裡? 那兩個男人沒有地位 不是 看這套東西我想完之後發覺 其實這套東西所有事件都是靠男人 看北條文塔羅主角 沒有他的話這個步驟會散掉 更不害怕 少女們向方夜進化 去方夜的目的做什麼? 找木宅 那目的就是什麼? 不就是少男嗎? 你完全不理解這套作品的含意 抱歉 OK 那個故事我們也說了 他跟一般的動畫 或者就是過往裏面 做一種遊戲不同 在過往裏面 這一類型的作品 他們做的通常是什麼呢? 他們是做一種同人向 或者叫做什麼? 非商品向的作品 連這一套作品 他們一直是做的一種就是什麼? 商業向的作品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大家可能覺得 它裏面有一些東西 好像說到很掘雷錘 這個故事 首先先不可以這樣看這個故事 因為這個故事我也是這樣 如果你是做一套商業作品 說的是什麼? 錢 對 所以開頭未做之前說明 多少錢 多少錢 做什麼類型的商品 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這套東西裡面 所以全部都是我們要做一種 商業作品遊戲的角度 去看這個故事 其實整個故事裡面 或者應該這麼說 這類型的作品裡面 最難最難寫的 就是 製作者的角色 我覺得這不合格 那就是 黑田 這個角色 但他完全不行 如果你問我 這個角色完全不行 我剛才說過 做一種商業遊戲 作為一個製作者 他指明了一件事 他唯一有做過一件事 就是指明我們是要做廉價的美少女遊戲 我覺得這個定義上 這個範疇上 他是很清晰地告訴你 你不要跟我做了一種高價的美少女遊戲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遊戲 我們是做AVG遊戲 你不要做了一種RPG 或者是做了你的難師 他是不接受的 你可以說 他是找了文太郎這個角色之後 這個主角之後 他就開始建構他們自己的團隊 他是找文太郎 還有文太郎 找其他人 然後他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這個位置 你就會覺得 很奇怪了 你是一個producer 但是什麼呢 他說了就是 我是一個producer 我就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怎樣的 我就不可能找到別人了 不是 這個我信 不是我一開始不是信 我後來真的信 你看到動畫之後很多個劇情 暴力分裂 意見不和 吵架 吵架 離開 是靠文太郎拉住的 女主角是沒有做過的事 沒錯 這個正面就是 老實說 你是什麼 你producer都不算 老實說 你一個producer 你整個團隊裡面的最高負責人 任何問題的解決 是由你那裡出發 或者你可以聽取你部下的意見 去解決的問題 而不是就說 你搞定他 明天給我一份report 我先回去 不是這樣去做事的 有問題 走 不要緊 有趣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在做一隻 柴娃娃 我們純粹是為夢想做一隻遊戲出來 是為滿足自己的 ok fine 因為理想不合 你走 住家 沒有朋友做 但是你現在做一隻商業遊戲 然後我聽說 蛤? 你什麼態度? 你走 他的客人跟你說 就是我這裡的故事裡面 這個 我們沒有人會寫program 那怎麼辦? 問太郎 他真的要走 然後 那之後怎麼做? 不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 跟小孩子發脾氣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文太郎 他要求他們回來 所以說很多問題 文太郎都出來了 那就是文太郎是producer 你做過什麼 那就是文太郎的角色 他是腳本家 但是他兼任producer 他是兼任producer 或者兼任一個叫做project manager的位置 當然 他裡面其實有一個叫做project manager 就是另一位南國 阿登夢 就是這個 這個角色 不過其實老實說 他是管旗 他是PM 其實他是一個 他要收貨 他是要管理整個團隊裡面的 這個角色叫做什麼? 這個角色叫做什麼? 在整個角色叫做什麼? 沒錯 他是最不顯眼的一個 沒錯 在這個遊戲製作內情裡 他的確是一個最不顯眼的角色 這個角色很重要 但是他 在整套作品裡 他是發揮到他自己應有的功用 還有告訴你 他真的做了他職能上的事情 例如你看到 讀日期 訂紙仔 他做了 後面 看來沒做過 但我看到他後面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你真的感覺到這個情況出來 而他做了一種商業遊戲出來 黑田這個角色 做不到他要擔當的位置 無論你說跟著 做program那個的影業 影業其實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影業其實是什麼? 他是一個 應該說業餘很有興趣做遊戲 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做遊戲的推論中都見過 很想做一種遊戲 不如一起做 好嗎? 然後我做了一種 我又覺得你個人不太行 那我又不做了 現在 這些類型的角色 他是引發最多最多的問題 也引領了很多的 理想 就是 理想是 理想這樣做 的遊戲 而強加於 權隊其他的人 而這些任務 是誰負責 他就是 普遼沙 沒有啊 但我們偉大的普遼沙 他最大的工作是 什麼? 不對啊? 走 走 炒你 每個都這樣 走 幾次麻煩就是 走 然後怎樣? 不知道 在黑田這個角色裡面 他是一個很了解遊戲製作 過程的人 就是他了解每一部分 其實應該是什麼呢? 每一個角色有困難 是應該找什麼? 找黑田 嗯 就是主角你可以從旁協助 我覺得男主角是綠洲來的 是的 就是個個口渴的時候都去找綠洲的 現在是 但是連那個普遼沙 都是一個科目 當然是沒有人會找他 就是笑 你去放野獎法 那個表題是很適合的 我覺得是 那令到就是 故事裡面就是 黑田這個角色 當然他是一個最不討好的角色 而就是 討好不討好他們 就是原來他是有陰謀的 要那些學生寫了遊戲出來 幫他哥哥還債 是 沒有的 你也說 我做完之後會付錢給你們的 沒有的 給錢 清完條數 剩下的錢 盈利的 拿去還債 沒有的 不過問題是 你不跟我說的 會覺得有些欺貼成分 當然不是 因為其實你這個角度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是什麼 就是我出來給你的 你要令到這件事成立 第一件事就是什麼 我出來給你 就是它要是什麼 它是包裝的是什麼 這裡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什麼 它做一隻商業遊戲 但是它是用 跟著中段裡面 它因為發生了這件事件 它就變成一個什麼 我們其實是為夢想去做一隻遊戲出來的 你們不收錢 合理 我之後會給你們錢 那你究竟是請他們 合作 還是什麼 好像沒有收過關聯絡 不是 根本就是 它去到中段這裡 就是模糊了 而中段就是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就是什麼 就是用回慣常 一個學步 啊 我們最後 我們是為了去做一隻好的遊戲出來 而努力的 喂 不是這樣計劃 很簡單 你結成大佬 你畫師來的 我不信 你畫畫畫畫得那麼多張納盆 你錢不用收 難道真的 我不信 你不要那麼天真 老實講 這個位裡面 其實我覺得它是這個故事劇情裡 當然我喜歡這個作品 原作裡面的東西 有些是 但是 這個劇情是真的很差的 這個劇情 在涉落這個作品裡面 喂 你無緣無緣無故說這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原來黑田是很有苦衷的 老實講 黑田這個角色 在這套作品裡面 已經是影駁到不幸的了 老實講 你不說它 是不會影響故事內容的 你說就說一些壞事 喂 哪個老闆不黑仔 不壞 沒有人出 我也知道沒有人出 但你都給我錢 這件事的引發就是什麼呢 全部人集體不做 而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 莊中裡面 他們涉及著 他們跟一個叫做 Tai Phuan的提門 我沒說錯 Tai Phuan的公司 在競爭著 而中間裡面發生這件事 最後全部人說不做 然後中間裡面 還有一個倒藥 然後已經說到中間裡面 其實已經說 我不夠時間 然後發生這件事 就是更加不夠時間 然後說 我們用 有情 熱血 努力 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喂 前面不是這樣說的 前面的劇本就是 說的是什麼呢 趕期要監禁 是不是白相 要監禁 現在是不是要 當然它做不到那種地步 前半段 你是很寫實 叫做什麼呢 你創造了一堆 很好的照片 你創造了一堆 很討厭的角色 討厭的程度就是因為什麼呢 他們根本上是社會人的角度 要求這班學生要有社會人這樣的專業角度 這樣的專業鋪手去做事 所以你會令到就是 你會覺得就是 喂 好像故事裡面那些角色 和他的想法和他的年齡 好像是不合適的 沒錯 是不合適的 因為他們太成熟了 而有時候就是什麼呢 他們成熟得來就是什麼呢 他們很小的 還有一句話 做遊戲的是要有同心的 但是不是要有同真 看來第三位的編劇 不是同真 發達之後 又不知道什麼 又躲起來 好像很附近 真是 沒有問題 但主角是這樣 劇情帶不起你 劇情 我覺得這些作品 寫得最不好 當然 本來就是一隻混女遊戲 你要混女兒 但其實你能分辨 不同的女角 其實現在就是在施食著不同的功能 我以前感覺到那些女角是什麼 但是 中間裡面 打個比喻就是 八箱裡面 不同的角色 他們有不同的苦路 因為他們下載著不同的位置 他們不同的位置 他們苦路的東西都不同 而他們中間裡面是經過 我找到方法怎麼去解決 而不是說 我解決了 你放心 不夠時間 你一定做到的 我相信你 這不是解決方法 也不能夠讓我知道 原來做遊戲是這樣的 八箱是給你看到 我做動畫 先不要理會 他裡面有一些 理想化了的成分 但他應該讓你知道 那個流程 以及他真正是要做些什麼 他們是要面對什麼 而這裡面 他面對些什麼 不夠時間 做吧 不是 你看到這套裡面 搶文太能一個劇本 可能不夠水準之外 其他人的能力沒有問題 程式 曲 沒有問題 配音 其實一兩梯搞定 畫畫 專業水準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時間 只有時間 他們沒有其他問題 那你就說做不到這遊戲 我不相信 這也是本身整套作品裡面的定位 就是因為他做了一隻商業遊戲 你如果做了一隻商業遊戲 你要找的是什麼 即戰力 你不去找一個就說 放心 這個高中有三年 我有三年時間培訓你 那我們去到第三年 我們就能夠去格子園 不是 我們就能夠去這個 commit market裡面 出一隻大的遊戲 成為這個 日本三大奇蹟 你剛才說 即戰力 就不是很像孟太郎這個人 那麼多人經常都是即戰力 他最後不是很即戰力 為什麼拖這麼多人 因為前面寫太久 告訴你 所以就是 就是這套故事裡面 他定位是一隻商業遊戲 但是他裡面用的元素 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寫一寫一下 他都會覺得 喂 我寫到這樣的話 不行的 他寫不到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你看到就是 真正寫到這樣的話 而又寫到友情出來 當然 其實你八雙 你套的你可以 套 變成一個男哥都可以 主角 扣死了所有的女 都沒有問題 當然你說 中間裡面有些偷情糾紛 要解決 你快買 這件事 但是你這套作品裡面 他也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他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他自己放下了一條界線 我用回學部解決方式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就當這件事 解決了 所以你會覺得就是這套東西 我看到這個問題其實很沉重 我真的沒有什麼辦法解決 可以怎樣解決 然後告訴他 我們有情 我們要熱血 我們要腥味 耶 他就說 神經病 你們這麼遠了 那才幹什麼你們 就是20分鐘你這樣玩完了 而且 老實說 你用Typhoon On這個角色 去做這個假想敵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我覺得他沒有被人告嗎 我覺得很明顯是 影射成份影射得很重 你試過容易就怎樣打開玩笑嗎 不是 因為你看到這個遊戲出什麼遊戲 大時代 大背景 又有很大份的遊戲 就是 就是 老實說 尤其是你玩這些作品 你玩這個作品的人 是誰 老實說 你一輕我們就知道你說的什麼 他總是說 過十年之後沒有那一款遊戲 但有人說的Typhoon On這個遊戲 就是 不是 Face Day 真的不要說Face Day 也好 你還是月機也好 其實他那個字是卡龍多一點的 他的樣子 卡龍當然是失敗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拍攝這件事 不重要 但是 你找這間公司 老實說 被人是代入的 其實就是為了 那就是什麼呢 這間公司的作品 他叫做出cheat的東西 就是他們鬥銷量 所以他說 Typhoon On的遊戲 就是很高這個手價 所以就會少人買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錯了 那個界別裡面 尤其是大家知道 我們從來是 你玩這類型的 我們從來是不看價錢的 你說便宜 但我興趣 我當然說是貴 我看 偏期是看公司的 大樓畫風 看美女 價錢嗎 不知道 當然是有影響的 但他把這部分偷得太薄了 老實說 你是想說一個業界的生態 OK是沒問題的 你用的是什麼 一些廢紋系 主角是屬於廢紋系的遊戲 對著一些劇情向的大作 究竟要怎樣去佔據這個市場 在這個荒野裡面 找到他們自己的綠袖 是挺高的 如果你說 以一題材來說 因為就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廢紋系很難 突圍而出 因為就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就是 在日本這些市場裡面 廢紋系的遊戲的數量 是多如天上的繁星 其實你鬥 你不是跟蒂曼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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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跟什麼鬥 你是跟愛在其他的作品鬥 二、三、四線行 是的 他們大量又去衝擊這個市場 是分駁你的餅 那些人是不會分駁你的餅 買的人不同 買的人不同 我買你這遊戲的人 不代表我不會買你這遊戲 我會兩遊戲都買 等同於就是 你不可以說 找一隻FF和GDA 沒得鬥 GDA和FF是兩隻遊戲 你不可以說 他喜歡玩GDA 他就一定不喜歡玩FF 這兩件事是不關事 他說的就是 我喜歡看劇情的人 我就不喜歡 當然他那裡的例子 他沒有深化到這些 我們只是一個 純粹一個解讀 但是就是因為你不說這些 其實我們是不會知道你想怎麼回答 也都不知道你鬥了什麼 他開頭說什麼 我們用了一個號召 全部都是學生 全部都是在職學生的 去做日遊戲 那其實這個號召 有什麼魅力啊 不知道 我也想問他們 然後他就消仇 為什麼會消仇 九千多 其實就贏的機會 與你學生有關 你說如果要有蠻點 就是什麼 我們全部都是學生 裡面有我們的特典 不是啊 真人特典 最後他就說贏是贏什麼 我們定價低於他 那與你學生有什麼事 一開始就答錯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剛才一直說的 我們是玩正經的 我們是玩商業的 我們是玩現實的殘酷 所以這個是荒野 但是接著說什麼 荒野裡面 其實是有一間口罩的 所以這輛車是永遠不會沒有的 哪有可能 你等同於是什麼呢 你玩一隻叫做 湯威達的遊戲 盜墓者的遊戲 中間裡面 全部都是死亡的機關 然後告訴他 那些死亡的機關 只是橡膠來的 真是 你猜真是死的 每一層走過幾層 會發了一些品牌給你 說是補給藥 阿蘇 要不要補給藥 要有道具買 是不是這樣呢 差不多 其實你這樣 我代入不了 你究竟想我看什麼東西 OK 整套作品 故事 剛才說了 不行 女兒呢 我不說外形這些問題 外形這些問題 很表面很操作 我們看內在層面少少 我們說就是 性格最大的 例如說就是 影響就是因為故事的劇本 令到他們的性格 變得不出 你要變得就是什麼 這群人是不專業 還有這群人 除了插畫 和聲優之外 其餘兩個 肯定是黑人真道爆炸的 最多問題搞出來 對 最多問題 而且就是最不成熟 而最不成熟得來就是什麼呢 最後他們其實是什麼 他們的問題是沒有解決過的 可能下次再弄一次 不做了 走吧 然後又來一次 這個不是荒野 這個是煉獄 我只不是說這個業界是一個煉獄 是他們這個團隊是一個煉獄 你是很難去令到 我喜歡這個角色 我感受到業界是多麼殘酷 我知道現實環境是怎樣 然後令到我有夢想想做的 純粹所有的項目 你都不會令到你有感覺 不是啊 我會有感覺 我以後做遊戲的話 我會找一些送辣德國的隊友 如果這些不聽的話 就停就他會馬上告訴你 我會感受 所以我真的會這樣說 這一套作品 其實有些觸碰用神 當然你要之後就是看它的原作 他應該動畫做完之後 看完遊戲 之後他打算這樣做宣傳 但是我無法宣傳 聽到這套動畫 我沒有興趣 不好意思 你送給我也不玩 告訴你 你很難去 因為其實你還要 它不是十一套遊戲 它是一隻普通的劇情去遊戲 一隻劇情AVG遊戲 然後讓我感激一下劇情 然後我說 我還有什麼可以期待 老實說 如果你跟我說 你是一隻三級遊戲的話 我是為了扣類 老實說 我怎麼給你們面子也好 我也要進去看看CG 你是唯一的希望 沒有啊 這套很精神 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 但你標榜就是 我是一套劇情向的作品 你期待就是 我看完一個這麼難的故事 去期待你裡面的故事很好 不可能 其實這個當然 逆轉了整個宣傳手法 過往的宣傳手法就是 出完遊戲 再做一個動畫出來 令到這遊戲 再來一次熱潮 而這裡其實 我覺得問題其實挺大的 這遊戲還沒出的 我先出了一個故事 我讓我知道它的故事 那我為什麼要玩遊戲呢 而OK 我特意寫一些差的故事 讓你期待到遊戲 那這個東西 是不是天真了一點點呢 為什麼寫的故事 又這麼好 這個開放太棒了 這個廣告片 10天廣告太棒了 太慢了 OK 萬一如果寫到 OK 萬一 我假設 是另一個世界線來的 這套東西寫得很好 那遊戲 可以怎樣呢 其實我還有一些疑問 這個位置其實是 看看有沒有玩過 這遊戲 可能跟我們說回來 其實這遊戲可能是這樣的 或者其實這遊戲 其實這遊戲可能更難過動畫版 其實我在說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那個宣傳手法 其實是這個 你見到是一個 挺尷尬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 所謂的劇情向 你沒有遊戲性可言的 即你有遊戲性可言的 可以說 我享受這遊戲的game level 加上故事 那就是有一流 還有可以補充裡面的東西 中間裡面 所以你才會有一個滿足感 在裡面 但在這裡 故事就是故事 除了故事 什麼都沒有 如果動畫 已經寫好故事 那遊戲拿來做什麼呢 不是 他走黑田線 可能你 我不喜歡黑田這個女兒 黑人真得死 我走其他角色故事線 即是可以畫師 揭成 除非告訴你 這遊戲作品裡面 有100多個ending 就是做遊戲裡面 100多個結果 那我就有興趣玩了 好老實講 他現在真的告訴你 我真的展示了一個結果給你看 正下比特輸了 男生要去對面公司做奴隸 這個結局 要不要 都可以 可以 我沒禮 老實講 我覺得這樣還有吸引力 其實他寫你的結局 他不會離開那三腹皮 老實講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你要有 school day的級數 結局數量 那你就有得做 不是的話 我也知道那個結局是怎樣 你最多補回的是什麼 剛才有馬所說的 角色專屬Ending 老實講 你其實是想像到的 如果裡面有角色專屬Ending的話 這個團隊其實是和了 因為其他女角都知道 我不會得米的 我走 是 我又是 又是可以不喜喊 范桑聰 這女生是為了一個兒子 進去那個團隊 兒子不行 那女生在心目所屬 還會離開那個團隊 這裏好少少 最少只有聲優姐姐 是真的為了文太郎 這裏好少少 我覺得 但是 我真的這麼說 他現在的宣傳手法裡面 如果他純粹是普通的 我覺得他的遊戲 不會好賣得去哪裏 其實 這裏 去到這裏 那可不可以看呢 其實也是不好看的 如果老實講 情願這樣的話 可能說 你玩遊戲可能會沒有任何 不要看了動畫 你看了動畫的話 我覺得你是不會喜歡玩遊戲 對 這裏就到這裏 我們今集到這裏 再見 拜拜